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的核财军条约 美国媒体说中国可能重新考虑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 荷兰国王到立陶宛参加军事训练 中国发布全球安全枪议的概念文件 中共二十大二中全会召开 网报逼死青春少女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欧盟可能在2025年全面禁止黄金签证 今年的二十五号 在并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 外尔兰的司法部长克里斯突然对外宣布 即时关闭投资移民计划 不再接受进一步的申请 这个意味着投资移民外尔兰之路被彻底关闭 随后在四十八个钟头之内 葡萄牙亦宣布本周取消 针对富有非欧洲人的黄金签证 加入了外尔兰的行列 成为第二个取消外国人投资居立许可的欧盟国家 2022年2月份 英国政府宣布中止已经持续多年的 针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移民签证项目 随后欧盟委员会去年呼吁 欧盟各国政府终止向投资者出售公民身份的国家计划 除了葡萄牙和爱尔兰之外 在西班牙围绕黄金签证的争议也越来越大 根据计划 欧盟可能在2025年全面禁止黄金签证 这项黄金签证计划的结束 最使中国富豪受影响 在国外的黄金签证中 受惠的最多是中国人 北美和澳洲也分别做出了限制 甚至考虑废除这类签证的措施 在北美已经推出禁止中国人购买地产的法案 俄乌的战事爆发了近一周年 美国和俄罗斯的元首今天分别发表演说 反映了对战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在格林威治时间 上午九点钟 向俄罗斯联邦议会发表国情之文 这是俄罗斯出兵乌兰以来的第一次 普京誓言 乌克兰长达一年的战争将持组 并指责以美国为首的北弱 煽动冲突 从今天错误地认为 可以在全球的对抗中击败莫斯科 普京强调 打败俄罗斯是不可能的 他表示 俄罗斯永远不会履服于西方分裂其社会的企图 并指出大多数的俄罗斯人支持这场战争 同时 俄罗斯宣布暂停参议和美国签订的最后一项有效的条约 普京在对议员的讲话中说 他感到有必要这样做 因为西方国家 据称拥有比俄罗斯更多的核武器 2010年签署的新条约 俄罗斯和美国承诺最多拥有1550枚核弹头 比2002年签署这项条约的时候 减少了30% 新条约将在2026年到期 不过普京表示 他只会暂停条约 而不会取消条约 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俄罗斯要求美国撤回对沃兰的军事支持 这份声明已经交给铸莫斯科的美国大使特约西 据俄罗斯外交部说 由于华盛顿在沃兰战争中的积极进取 传召了这个大使 顺件指出华盛顿应该采取措施 确保美国撤出北约的士兵和截备 并停止反俄罗斯的活动 俄罗斯外交部说 大使被告知 美国目前在各个领域加深和俄罗斯的对抗 结果是适得其反的 另外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对基辅进行了未经宣布的访问 他说 只要有必要 美国将继续支持沃兰 星期二 拜登在波兰就一年前的俄罗斯入侦发表了演讲 重新美国坚定地支持沃兰 拜登表示 正如我昨天在基辅讲话的时候 告诉扎连斯基总统那样 我可以说我们坚定不如支持沃兰 今天 拜登也呼应了波兰总统杜达 杜达说 这次访问是美国致力维护欧洲安全的重要标志 此行期间 拜登还会跟北约城国 布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纳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塔 和匈牙利组成的 布加勒斯特九国领导人会谈 另外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21日就访问了沃兰沙多基辅 并到访基辅近加的布查阵 向战争中的死亡者送发 并且与扎连斯基会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较早前发表国情之文 批评西方挑起战争 而梅洛尼在回应记者的提问时说 指普京的演讲是一场宣传的运动 又说我内心的一部分希望能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另外日本官方长官 从野博121日也在记者会上表示 正在探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访问基辅的事宜 荷兰国王到立陶宛参加军事训练 荷兰国王威廉·马力三大 星期二到达立陶宛的帕布拉德 漢望了那里的荷兰军人 这些荷兰军人是北约增强部队的一部分 目的是必要是保卫欧洲的东营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访问期间 荷兰国王参加了演习 训练结束后 荷兰国王和荷兰士兵交谈 而立陶宛总统来士达 在首都维尔纽斯的总统官帝 接待荷兰国王 乌克兰的外交部长抵达海牙 今晚和荷兰外长一起飞去纽约 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傅列巴 星期二访问了荷兰 在海牙的第二议院 他对荷兰国会的议员 和各党派领导人发表了讲话 星期二晚上 他将和荷兰的外交部长华斯特拉 一起启程辞往纽约联合国总部 在胡克斯特拉的邀请下 库列巴来到了荷兰 在俄罗斯开始和乌兰战争一周年之祭 乌克兰的外交部长 将进行国际的巡回演讲 今天早上 他还在布鲁塞尔 在那里 他听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对俄罗斯国会发表的讲话 而库列巴希望欧洲提供更多重型武器 将进入他国家的俄罗斯军队赶出去 他还要求荷兰方面 能够提供F-16的战斗机 不过 荷兰的内阁较早时说 提供战斗机还维持过早 今晚 荷兰首相 吕特和外长胡克斯特拉 将在第二议院 讨论乌兰战争的议题 辩论之后 胡克斯特拉和库列巴登上 飞往纽约的飞机 这个星期 联合国将广泛讨论湖兰的问题 胡克斯特拉将在星期五 在联合国安理会讲话 荷兰外长 还将出席 库列巴组织的一次会议 涉及俄罗斯侵犯人权的问题 中国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星期二 2月21日 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提出六个坚持 这六个坚持 第一 就是坚持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第二 是坚持尊重各国的主权 领土言证 第三 坚持遵守联合国 宪章宗旨和原则 第四个坚持 是坚持重视各国的合理安全关系 第五个坚持 是坚持对话和业商 以和平的方式 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 第六个坚持 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 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 美国媒体说 中国可能重新考虑 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 华尔街日报 2月21日引述资情人士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正准备在未来几个月里面 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并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见面 举行回谈 消息说 这次访问的安排 还处在早期的阶段 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 不过 据资情人士说 习近平可能会在四月或五月初访问 到时 俄斯会慶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胜中德国 另外据报道说 习近平会在 2月24日发表和平的演讲 美国总统拜登20日 突然去乌兰首都基辅访问 并宣布再向乌兰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 突显了中国寻求结束澳湖战争的紧迫性 因为这一场战争 已经强化了美国和欧洲盟友间的关系 并且 可能加剧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劣行 而且没有办法挽回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担心西方国家加大对乌兰的军事支持 将严重削弱俄罗斯 而俄罗斯是中国在和美国及其盟友 激烈竞争中的一个关键伙伴 接近中国决策阵的人士指出 或能在战场上的环境抵抗 已经促使北京重新考虑在俄罗斯战争中的立场 更加倾向推动停火 防止俄罗斯进一步受挫 甚至面对更大规模的失败 报道指出 这种重新考虑 已经推动中国进一步扩大和俄罗斯的经济联系 中国希望 增加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天然气和农产品 在北极地区加强联合能源伙伴的关系 并增加中国在俄罗斯的铁路和港口的投资 报道指出 虽然 如果俄罗斯受挫 会使中国在双边关系中尖的上风 而中国在双方的临沿交易中 亦更加有利 但是接近中国决策层的人士说 习近平无意看到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 因为战争而实力大减 为此 中国正逼着希望 在努力结束冲突方面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访问俄罗斯 并且在可能与普京会面 讨论中国对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看法 中共中央将召开20届二中全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在2月26日至28日 在北京召开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主持这次会议 会议将讨论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 会议也讨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之后 将文件稿提醒20届二中全会审议 会议又将讨论向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建议人选 和向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建议人选 会议确定以上内容将作为20届二中全会议题 网报迫使一位青春少女 中国一名年近24岁的少女 只因将头发染成粉红色 就成为了很多网民的攻击对象 讽刺她是在酒家里 甚至恶意传言 说她家里有乱伦的现象 这名同学生因此患了抑郁症 并且在最近兴生死亡 中国媒体随后联系死者的朋友 对方确认这个消息属实 网名鸡蛋鸡的郑灵华 去年7月份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自己从一位差点去读高等职业学校的美术学生 一路奋斗成功逆宅 被捕送到某905名校成为一名研究生 郑灵华还上传了一张 她将好消息分享给躺在病床上爷爷的照片 照片上的郑灵华 披着一头粉红色的长发 谁知 头发的颜色 竟成为了一些网民的攻击焦点 郑灵华因此大受打击 因此患了抑郁症 网民是阿维为我的网友 2月19日发文表示 郑灵华因为遭受网络的霸凌和校园暴力 已经在上月的23日自杀身亡 在他写给好朋友的遗书上 他这样写道 我好怀念我过去的自己 现在每日被消极的想法围绕 不想讲任何的话 甚至连遗书都写不出来 这篇遗书 还是一个月之前写的 自己好像丧失了一切的能力 越求助就越糟糕 越觉得被疏离 不可能最好了 郑灵华的遗书最后写道 好想爱这个世界 好想跟大家一起开怀大笑 感谢大家 不过 我已经做不到任何事情了 好 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